漫漫黄沙铺天盖地 入木之井皆是一片贫瘠与质热 这里就是印度古老封建的村落 今天是寡妇拉尼去别村看未来儿媳的日子 尽管儿子才17岁 但拉尼早就急着帮她安排婚事了 在印度农村 女孩14、5岁结婚的比比皆是 不管女孩是否愿意 早早完婚 侍奉丈夫与公婆 是他们出生就注定的命运 拉尼和命友拉乔 见到了刚满15岁的女孩 这个像代售品一样 摆放在拉尼面前的女孩 模样秀丽 只是在她唯唯诺诺的脸上 挂满的不情愿 不过她的父亲可一点都不在乎 父亲看到拉尼满意的神色 顺势将财力钱从30万涨到40万 她家中有四个女儿 每个女儿都是赚钱的好筹码 这次的好时机可不能错过 但是这突然飞涨的财力 让拉尼为难极的 30万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平天的10万到哪里去见 拉尼迟疑了好久 但想到儿子的年龄 还是咬咬牙答应了 谈话间 拉尼的手机震动起来 刚一接通 就传来一个男人暧昧的告白 拉尼尴尬无比 但难堪过后 这些话也让她 久恨15年的内心 淋入得几滴甘泉 拉尼是名寡妇 新婚刚刚一年 丈夫就去世了 尽管丈夫生前家暴 嫖娼 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地 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 至今为止 她已经守了15年的寡 15年的光阴 无声无息地 剥夺着她少女的权利 她不能再婚 不能穿 色彩鲜艳的服装 按照习俗 拉尼必须每日披着黑色投杀 为死去的丈夫祭奠 除此之外 拉尼还得照顾 病床上瘫痪的婆婆和儿子 15年的干渴 让她忘了 自己还是个女人 直到收到那通电话 拉尼才意识到 自己也是个需要 情爱滋润的女人 回乡路上 经过村口 拉尼和拉乔 巧遇元老们召开村会 元老们像菩萨般 端坐在一起 庄严地主持着会议 但她们带给女人们的 并不是福祉 一个已婚的年轻女人 因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 回到娘家求救 在她的大家族中 丈夫出了鬼 除了丈夫以外的男人 都能强暴她 包括她的公公 而女人 只能被迫留掉肚子里的孩子 因为根本不知道父亲是谁 女人曾遭如此折磨 最后的退路就是娘家 但是当她回到村子 所有的长老 都试图把女人推回婆家 她这么一闹 婆家还要她 已然是万幸 在当地 女人结了婚 哪里还有娘家呢 无数像她一样的女人 终究扭不过命运的黄卷青灯 只能永远生活在清醒的炼狱 饱受命运的煎熬 当天晚上 皮条哥拉着诱人的舞女 来到村子表演 这是当地男人 唯一的乐子 舞女名叫毕奇利 她也是拉尼和拉乔的好友 三人虽是密友 但毕奇利和另外两位的性格完全不同 她身材火辣 思想也非常开放 毕奇利享受男人 败倒在自己十六群下的快感 同时 她也敢毫不避讳地表达 自己对性爱的向往 这一次 毕奇利大胆告诉两位好友 自己接客时 遇到了一位分外温柔的嫖客 这个男人 让他感受到了与众不同的快乐 为此 他拒绝了很多客人的求欢 虽然此举让老板非常不满 但毕奇利对自己是台柱子的事实 相当自信 两位闺蜜 被毕奇利主动又大胆的话 修得满脸通红 但也看得出 他们心中也已经泛起涟漪 拉尼守寡十五年 自然十分向往情室 而拉乔虽然已婚 但是因为无法怀孕 经常遭到丈夫的毒打鱼鄙 年轻的拉乔脸上经常伤痕累累 因为在丈夫的眼里 她是个怀不了孕的无用祸 自从上次相看完新娘 拉尼就十分满意 很快约定的婚期就到来了 这对从未见过的年轻人 即将结为夫妇 可在拉尼接亲时 新娘藏在头沙下的柔润绣发 却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和男孩一样的短发 原来女孩的头发生了狮子 剪短头发也是无奈之举 可是短头发的新娘 在印度是相当不吉利的 拉尼在亲朋好友面前 遭受如此奇耻大辱 对儿媳的满心欢喜 瞬间变成了嫌恶 但花了那么多彩礼 拉尼只能硬着头皮收下儿媳 面对刚进门就被嫌弃的局面 年幼之内的儿媳那一刻 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置 只能木讷地站着 婚礼上的乌龙 让拉尼的儿子十分气愤 古拉伯本来就不愿结婚 现在新娘还给自己丢了脸 一时之间 婚礼的氛围充满了尴尬 酒期还没开始 一位未被邀请的客人 姗姗来迟 她正是歌舞团的色情女郎 毕奇莉 作为拉尼的密友 她由衷的为好友感到高兴 但由于毕奇莉是名妓女 村里所有的正式场合 她都不能出席 这么多年来 毕奇莉已经逐渐习惯 这没有道理的道理 只是今天实在太兴奋 一时之间忘记了这规矩 看着拉尼难堪的神色 毕奇莉失去的早早退场 当天晚上 拉尼侍奉了十几年的婆婆去世的 也许是寿终正寝 但是在村民们看来 是短发新娘带来的厄运 客死的婆婆 古拉伯看着接踵而来的货事 心里早就窝了一肚子气 为了应付母亲 新婚当晚 她二话不说 就强暴了妻子 第二天一早 更是洋洋得意地告诉母亲 自己已完成了丈夫的任务 接下来的日子里 古拉伯根本不着家 整日在外不学无术 和一群狐朋狗友到处鬼混 打架斗殴 已是家常便饭 每每制造完残局 都需要拉尼来收拾 古拉伯因为赌博斗殴 欠下巨款 拉尼收罗了家中所有的钱 甚至还变卖了 结婚时的项链 这才赎回了古拉伯 现在家里不仅一贫如洗 还欠下的数不清的债务 拉尼看着不成妻的儿子 终于狠狠地扇了她一耳光 她为自己绝望的生活 感到悲哀 与此同时 这个家里的另一名女性 也日日饱受煎熬 终于从媳妇 熬成婆 自从拉尼当上婆婆后 就完全变了一个人 拉尼在那一刻面前 咄咄逼一人 颇有当年婆婆的风范 而这种死循环 正是拉尼在宣泄 这么多年来所遭受的压迫 身上的担子 将她逼迫成 一个刻薄的婆婆 而正除花季的那一刻 就是受害者 虽是千辛万苦 但那一刻心里 还是有着一丝稀迹 那就是同存的恋人 新婚后 那一刻日日泡在泪缸里 这一天 青梅竹马的恋人顶着恋日 骑了几个小时的车 来看那一刻 但以为人妇的那一刻 却不敢冒道德败坏的风险 两人最终 还是有缘无分 接连的厄运 摧残着这些女性 比奇利擅作主张 从老板那偷来的三轮车 三人决定去散散心 他们在飞驰的车上 嬉笑打闹 挥霍着 这个年纪本该有的自由浪漫 在这一刻 他们才是真正为自己而活 几人谈话间 拉乔告诉密友 自己生不出孩子的烦恼 见多识广的比奇利告诉他 不能怀孕 也有可能是男人的原因 如果拉乔 真的想要一个血脉相承的孩子 那么找别的男人 也未尝不可 第一次听到 男人还会不孕地拉乔激动起来 他实在太孤单 没有人比他更需要一个孩子 健壮 比奇利决定帮拉乔找一个男人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比奇利安排好了一切 在那个漆黑的山洞里 拉乔第一次体会到了被爱抚的滋味 他激动得满脸泪水 这是他结婚多年来 从不曾体会过的爱意 事后 三个女人静静地躺在蓝色的月夜下 河水静静地游过他们的身躯 这个秘密 使他们彼此更加亲近 帮助的拉乔 比奇利打心底高兴 但是他接二连三地不告别 却让老板十分恼怒 所以 老板又找了一位新的女郎 他比比奇利更年轻 也更妩媚 一时之间 男人们的目光 全都粘在了新女郎身上 比奇利的地位 岌岌可危 趁着这场危机 暗恋比奇利多年的男人 终于鼓起勇气和他求婚 男人拿出的所有的家当 给比奇利赎身 他祈求比奇利和自己逃离这个村子 然后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城市 重新开始 不过 他们接下来要做的 依旧是色情表演 他想成为比奇利的新老板 比奇利慢慢地把头低下去 他心里怎会没有希望 可现在 比奇利内心奢侈的自尊心 彻底死去了 不管他如何的仗义豪情 在男人的眼里 他永远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娼妓 这一天 村里的女人们 都收到了做手工品的薪水 原来 村子里有两位受过教育的夫妻 男人名叫姬山 他坚持不懈地寻找机会 让村里的女性能有经济来源 拉桥的手最灵巧 所以他获得了固定的岗位 并且有着不菲的薪水和奖金 此时 他已经有了两个月的身孕 拉桥苦难的生活 终于透入几丝威光 他兴奋地把赚钱的消息 告诉自己的丈夫 本以为他能得到丈夫的赞许 但丈夫一听到 妻子的收入竟然比自己高 他那羞耻的自信心又开始作祟 丈夫打翻拉桥做的饭 巴掌也立马招呼在拉桥的脸上 一瞬之间 拉桥的心从云端跌入了谷底 他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有了经济能力 却反倒引起丈夫的愤怒 这可怜的姑娘 永远也不会明白 一个龌龊男人的自尊心 同处一个时代 拉尼的日子也不好过 他没有拉桥的好手艺 家里又负债累累 这一天 他翻找钱袋的时候 意外发现 自己存下的钱 竟然全都不翼而飞 拉尼第一个怀疑的 就是儿媳 他把怨气 都撒在了那一刻身上 可单纯的那一刻 又怎么敢偷钱 为了洗脱冤屈 那一刻询问贵家的丈夫 钱是不是被他拿走了 那一刻的这句话 彻底惹恼了古拉伯 他不能接受卑贱的妻子 竟然敢质问自己 清脆的巴掌 扇在那一刻脸上 那一刻 拉尼回忆起 自己被丈夫家暴的场景 他的良知 最终战胜了 腐朽传统对思维的禁锢 拉尼阻止了儿子的报警 得到的反馈 却是儿子 无数恶毒的言语攻击 拉尼痛苦不堪 这时 那一个依偎在他身旁 他告诉拉尼 自己和青梅竹马的恋人 相爱已久 但是却因为 他拿不起高额彩礼 自己只能被迫另嫁他人 原来 那满头乌黑亮丽的秀法 才不是因为狮子而剪断 而是这个少女 为了反抗命运 唯一能做的 那一刻 虽然不爱古拉伯 但是 却从来没有萌生过 偷钱的想法 看着身旁楚楚可怜的儿媳 拉尼看清了内心的想法 虽然 他不能改变枯朽的现状 但是 拉尼可以让儿媳 不再和自己一样悲惨 他决定变卖房产 还清赌债 然后用手里的余钱 给儿媳置办手机和路费 拉尼 愿意成全 这对苦蜜的鸳鸯 很快 十圣节就要来临 这是一个 庆祝女性神圣力量的庆典 村里一派热闹的景象 村民们在歌在舞 庆祝这个伟大而神圣的日子 在这一天 拉乔终于鼓起勇气和丈夫说 自己回应的喜讯 本以为丈夫会高兴 但是拉乔遭受的 却是更凄惨的毒打 原来 丈夫一直知道 不孕的是他自己 但为了藏好这桩丑闻 他把所有的毛头与自卑 都发接在拉乔身上 这一次的家暴 比以往都凄惨 还好 拉尼中途赶来 阻止了男人的暴行 三人撕打过程中 男人的衣袖被油灯点燃 每一会儿 他全身都被点着 拉尼和拉乔站得远远的 冷静地看着 逐渐被火光吞没的男人 拉乔终于反抗了一次命运 故事的最后 比奇利没有跟新老板离开 拉尼也没有和安眉的电话主人会面 三个女人一起把象征着顺服 母性的长发剪短 也剪断了 束缚他们半身的糟粕 比奇利带着他们驾着机车奔赴梦买 冷硬的束缚 挡不住女人们炙热的 渴望的觉醒 他们选择了自己所想要的人生 从今往后 他们可以只为自己而活 故事发生在印度 最落后贫穷的一个村落里 一望无际的沙漠 隐秘的黑色纹身 古老的帐篷 这些神秘而亘古的元素交织在一起 刻画的一幅被现代遗忘的仪式画卷 在这个偏远的乡村里 有着神明和信仰 也有无尽的罪恶与欲望 电影把视角放在三个命运不同的普通女性身上 三个没有受过教育的女人 在世俗 桎梏的痛压之下 开始渐渐萌生自我意识 在困境中慢慢觉醒 反抗 电影在伤痛的灰暗和欢笑的明亮中 表达了对性解放 友情和良知的呼唤 最击中人心的 是在处理三个女性的结局时 理性地表达了这个影片的最终观念 只有独立的自我 才能改变现有命运 除了三位女性的刻画 影片还塑造了 更多有血有肉的男性角色 其中不乏冒着生命危险 给女性博取利益的男人 为了爱而千里迢迢 前来寻找那一刻的男孩 以及电话那头 可以和拉尼大胆表达爱意的陌生男子 这些正面的角色也表达了 导演并非一位 批判浮酒男权的封建 反而歌颂了 那些在男权中较早清醒的男性角色 从各个方面看 这部电影都是一部 非常有意义的女权佳作 好了 这里是老景观影 我们下期再见了